大家好,我是台灣寶寶Negger 今天的影片應該是這個頻道 第一個運動手錶的使用心得及感想影片 這都要感謝台灣KORUS的提供啦 老實說,關於內容方面我想了好一陣子 但是一直想不到一個 我覺得可以比較平均含蓋面 也相對完整的使用心得的整理方式 尤其是現在的運動手錶的功能 實在太多也太強了 要介紹也不是幾分鐘就可以完成的事 後來我就決定 不如就依照我平常怎麼使用一支運動手錶 在這樣的條件設定下 這支手錶給我的感想以及使用紀念 不免俗還是要來聲明一下 這支KORUS PACE 2 是由台灣KORUS提供給我測試使用 除了這支手錶以外 我沒有收取任何的費用 然後所有的心得及感想 都是在沒有任何外接預設立場下 由我獨立製作 關於這支手錶給我的使用經驗 我可以直接講結論 我很喜歡它各方面的表現 雖然我不是太喜歡提到性價比 也就是CP值 但是這支手錶的綜合表現 真的是蠻厲害的 在搭配上它的定價 國外是199秒 那台灣是新台幣6499塊 那以現在運動手錶市場的定價來看 算是入門等級的價位 但是它卻有著中階等級的表現 換算洗來 CP值很厲害 如果是我自己掏錢的話 我會覺得這支KORUS PACE 2很划算 台灣KORUS還有提供給我 尼龍錶帶 以及趣味的撲克牌 對了 如果在官網買KORUS的手錶 加購錶帶只要半價 那這支影片 我會依照我對於運動手錶在使用上 我自己會比較注意的地方 然後分成幾個段落 包括質感 然後配戴感受 螢幕表現 那包含操作方式以及介面 電池續航力 GPS表現 心率準確度 然後手機APP使用心得 以及我覺得還不錯的加分項目 那首先是質感 那手錶的本體 以及外殼沒有金屬材質 雖然是強化的塑料表現 但是沒有給我太廉價的感覺 那質感算是對得起這個價位 感覺上 表現本體也有不錯的防刮等級 表面是目前主流手機螢幕 使用一樣的康寧玻璃材質 那整個手錶在我粗辱的對待它近兩個月後 看起來還是新興的 那也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掛傷 配戴感受 那這個算是我比較意外的一項 因為我一直覺得 手錶戴起來只要大小適合 按鈕不要太卡手腕 原則上沒有什麼舒服不舒服的 但是這個配素本身蠻輕的重量 搭配上這個多孔的矽膠錶帶 不只是手腕幾乎沒有什麼負擔 那錶帶的透氣表現也很不錯 那整體的配戴舒適度不錯 尤其是最近天氣已經開始熱了 那我帶這一支出去運動 就算全身都是汗 我的手腕也不會有那種被悶住的感覺 這個蠻加分的 那如果想要重量更輕 也可以換上尼龍魔鬼氈的表帶 再來是螢幕表現 操作方式及介面 螢幕的解析度及亮度 我個人覺得不算太突出 但也都夠用 至少在各種資訊的判讀上 以我老花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 都還是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就很清楚的閱讀到我需要的訊息 操作上我算是花了點時間 才習慣它滾輪的操作方式 因為我沒有戴過這類旋鈕式 滾輪的運動手錶或是智慧手錶 不過我後來發現 其實這樣的操作方式 比想像中的要方便 而且它只有兩顆按鈕 也算是減少這邊按來按去 尋找功能上的時間 原則上只要按著滾輪 三秒鐘後 它解鎖後就可以閱讀 各種資訊或是操作各種功能 再來是電池的續航力 這支手錶的電池續航力 我覺得是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 感覺它好像搭載什麼黑科技一樣 怎麼可以這麼持久 純帶機可以超過一個月 我是沒有特別努力的用它 但是我有把它當成一般的手錶 使用過兩個星期 每天戴大約10到12個小時 回到家就拿下來 然後出去運動的時候 配戴它開GPS記錄一下 兩個星期後 還有大概20%左右的電力 這樣的續航力 應該很難可以找到PD的對手 GPS的表現 那這支的衛星定位很快 而且也蠻準的 當然這個在目前這個年代來說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但是對於一支台幣6000多塊 199美的運動手錶來說 我覺得這樣的表現 算是有超出我對它的預期 那只要是晴天 從按下按鍵後 大概都是10秒內 就會聽到定位完成的BB聲 那陰天的話 最多也大概就是15秒左右 定位就會完成 那它的定位速度算是蠻不錯的 而且我使用到現在 還沒有遇到沒有辦法定位的情況 那如果想要更快的取得GPS訊號 也可以在KOROS的手機APP裡面 打開分享定位的選項 不過我是都沒有開就是了 因為我覺得光用手錶定位就夠快 再來是 這手錶記錄的軌跡也蠻準的 那從已完成的活動軌跡的記錄上來看 我使用到現在 還沒有遇到過定位會亂飄的情形 心率準確度 那這個部分呢 我目前的感覺呢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 那心率的顯示呢 跟我實際的機感很接近 那目前呢 也沒有發生呢 心率亂跳的情況 那之前別的運動手錶的使用經驗呢 那有時候心率會因為皮膚表面的汗水 或是污垢 然後產生呢 心率增色不準確的情況 不過這一點呢 需要更多的時間的使用 才可以進一步確定 有這支配置度的耐用度 再來是手機APP使用心得 以及介面的感想 那這個部分呢 畢竟我也沒有太多別的 運動手錶品牌的手機APP的使用經驗 所以我只能很直覺直觀的 來聊一下我的感受 那我個人覺得呢 Chorus的APP的介面設定呢 算得上是簡潔清楚 那閱讀上呢 不會讓我的視覺呢 有那種很花很雜的感覺 那這些特色呢 讓我比較會想要使用它 那不管是在上面看一些活動的記錄呢 或是數據的圖示及分析 不過這個當然是比較偏 個人在視覺上的習慣以及喜好 那我在用Chorus的APP之前呢 我都是把活動記錄的資料呢 先同步到Strava之後呢 再打開Strava的APP來查看 當然啦 這也有可能是我已經很習慣 Strava的介面的關係 最後是呢 我覺得不錯的加分項目 那Chorus呢 在前兩個月左右 有釋出一波重要的軟體更新 那其中一個呢 包括Pace 2的導航功能 然後聽到這邊 你可能會覺得說 哇一隻6000多塊的運動手錶 還有導航喔 會不會有點扯 是有一點啦 那這個導航功能呢 確實算得上是可用 但可能呢 跟想像中的呢 不太一樣 因為呢 手錶呢 不會有地圖的顯示 那這個應該是呢 手錶本身沒有足夠的記憶體 可以儲存圖字的關係 那不過呢 就算是這樣 這支Pace 2 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我想也不能再要求太多 那這個導航功能呢 算是我覺得 這一支運動手錶上 不錯的加分項目 那也可以把路線的GPX檔呢 先加到手機APP裡面 然後再同步到手錶裡就可以 這個部分我來大略的聊一下 那原則上呢 有兩個方法 我這邊操作一次呢 給大家參考 對了 我使用的是Android手機喔 但是呢 我相信蘋果手機呢 應該也是差不多的方法 那我們先用手機下載喔 然後打開GPX的檔案 然後選擇COROS APP 然後呢 再選擇儲存路線 那如果呢 想要上傳路線到手錶裡呢 那再點一下同步 就可以完成了 之後呢 就可以在手錶裡 把路線給叫出來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把已經記錄過的活動路線 儲存下來 然後變成了你自己常用的路線 我們點開APP裡的活動記錄 然後在畫面的右上角的三個點喔 按一下呢 打開選項喔 然後點一下呢 分享 再選擇呢 四個圓形圖示裡面呢 最右邊的儲存路線 然後就完成了 如果呢 有想要刪除的路線呢 那回到Google地圖的選項頁面呢 在畫面的右下角呢 會有個資料夾的圖示 點一下 然後打開之後呢 會看到呢 已經跟這個APP同步 或是之前已經儲存好的路線清單 然後再想要刪除的路線呢 往左滑 就會看到右邊跑出刪除的選項 再點一下刪除呢 就可以了 好啦 我能想到的呢 以我的角度 比較會注意到的一些項目呢 大概就是這些了 我相信呢 應該有不少觀眾朋友呢 已經是CORES手錶的使用者 如果可以的話呢 也歡迎留言喔 分享你的使用經驗 好的不好的 都可以 讓其他呢 對這個品牌還不太熟悉的朋友 在呢 考慮購買之前呢 可以多了解一點 那呢 我也可以順便的 掌點知識 那這集就到這邊啦 感謝上週呢 到白米爾畢業 投幣請老周喝啤酒的朋友 如果你覺得老周 都還可以 向支持一下頻道 也可以透過說明單的連結 到我跟大家結緣用的音樂去換話 很感謝你 收看了這邊 有任何的問題及建議 也歡迎留言 同一些討論 我是老周 看保護內閣 我們下次見